新宇航空股价日前从19块钱冲上了50.5元之后拉回修正 剧烈的波动引发了炒作争议 对此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强调 自己一张股票都没有卖 对于受伤的股东他觉得很抱歉 但是并不是自己的罪过 呼吁投资人要量力而为 至于自救会的成立 他直言大可不必 认为新宇航空是新创公司 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解套 我这辈子好像都脱离不开绿色的光芒 好不容易跳出绿坑 又跳进另外一个绿坑了 幽默自嘲 绿光照顶 新宇航空董作张国伟每回现身 近距联发 作为长荣集团创办人的儿子 这回合作的对象这么巧 logo也是绿色的 只是话锋一转谈到近期 新宇航空股价波动剧烈 他一改轻松表情 首次做出回应 其实我一张都没有卖 有些人认为有点瘦点伤 那我也觉得很抱歉 当然这个不是我的罪过 我只要料理而为 真的想要投资我们的人在近 强调想要上市贵 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 并给投资人一个管道 而价钱是公开市场决定 公司完全不会涉入 但信誉航空股票的股价日前 连六天飙涨 从19元冲上50.5元新高点 后续一期暴跌 不少买在顶楼的股民们瞬间被套牢 甚至在网路上成立自救会 我觉得也大个不必 要自救什么 决定也是自己做的 东西也已经到手了 毕竟我们是一个新创公司 刚开始 其实还有很多机会 你可以紧套 只是就在股价冲高后 新宇航公告限增案 十几点敏感引发市场质疑 是高价增资 对此张国伟直言 增资是董事会在去年 就拟定好的计划 配合心机引进的时辰 才会在这时候宣布增资 张国伟亲上火线一回应 就判股民合理判断理性投资 记者李岁予宇林宇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